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好 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 圣洁的腻 当法国大革命的时候 英国也同样面临启蒙运动 所引发的民族化之冲击 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六 被送上了断头台 国家混乱十年 造成了拉破仑的兴起 蹂躏整个欧洲的局面 但是英国的王室 却得以保存 君主立宪一直到今天 免去了一场流血的革命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因素 就是因为英国有约翰·魏斯里 所推动的圣洁运动 使得英国人能缓和地接受 从专制到民主的体制 魏斯里是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 家中有十九个孩子 魏斯里·约翰排行第十五 五岁的时候 他们的家烧火 他擦脸伤命 他从小就非常虔诚 学习和认真 1728年 被圣公会立为牧师 在刘金大学读书的时候 他和弟弟查理 组成了一个奉献一生的基督徒团体 他们的成员常常进食祷告 勤读圣经 并且去监狱 向犯人传福音 同学们就戏称他们是寻道者 意思就是照着一定方法去做事的人 1735年 约翰卫斯里和他弟弟 一同到美洲来宣道 半途船遇到了大风浪 船围都被吹断 所有的人都吓得不得了 但有26位莫拉维亚弟兄会的宣教士跟移民 他们平静安详 并且在那里唱诗赞美神 约翰觉得非常的稀奇 与他们交谈 还学到了信心的功课 他们问他一个问题 说你认识耶稣吗 这个问题让他苦老了三年 得不到肯定的答案 约翰在美洲工作完全失败以后 他回到了英国 不久在一次的聚会中 他被圣灵感动 他明白了单单凭着基督而得救的意义 这个使他以后强调 悔改归正 应当有一种极客的经验 不是理论而已 1739年 英国的步道家怀特菲 邀请约翰·魏斯里 去向矿工在露天当中步道 他本来很反对这种方式 但是他看到许多贫穷的人 饥渴慕依的心 大受感动 从此他也开始骑着马 旅行步道 吸引了许多的人归向主 约翰有非常组织的能力 1739年 他开始第一个寻道派的会社 就是把信徒聚在一起受训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他无意脱离当时英国的国教圣工会 也没有想建立自己的教会 但是他的小组非常的成功 12个人一班 有班长照顾 他训练平信徒 成为传道人 到每一个区去巡回讲道 他的足迹遍满了英国 因着他的宣道 英国人从腐败的生活中 转向真神 这样免除了一场流血的革命 1791年 他使了人间的劳苦 被祝接回 小年88岁 愿神帮助自己 都没人出现 中文字� met人 都会成功 我的心底